周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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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迅很少接戏 与丈夫到处旅游 现在周迅四十几岁了 还没孩子 不得不怀疑 他们之间存在问题 关于周迅结婚 无子谣言太多了 周迅很爱小孩子 肯定了自己也好孩子 在没有遇上高盛远之前 周迅与王妃前夫李亚彭 有一段感情 那时他们还没走红 李亚彭年轻帅气 周迅还是小姑娘 两人合作了好多电视剧 在戏里有亲密举动 演戏外也保持不错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周迅跟李亚彭关系很好 两人经常公开秀恩爱 是经常的事情了 跟周迅在一起都是一心一意 后来李亚彭取的 他不是周迅 而是王妃 两人在一起好几年了 正如赵春老师所言 青春都是教会别人 成就了别人 现在就告白 情感老师表示道 前几天 看青泽合计凌晨分手 引起大家感叹 在一起八年了 这段深厚感情就这样没了 女人青春磨灭了 不得不让大家感到可惜 最可怕曾经付出 得到不到任何回报 现在就告白 里面主持人赵春老师 说话总是那么有道理 指出问题所在 帮助到好多情侣 虽周迅跟李亚彭 是青春错过的遗憾 正如人生有遗憾 才有精彩 有味道 如今他们都有各自幸福 周迅跟丈夫到处去玩耍 演艺事业还是如此顺利 跟丈夫四年都没有孩子 却不影响他们感情 而李亚彭 虽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现在慢慢走出阴影 一心放在孩子身上 不想再婚